他死活不答应 你喜欢小动物吗 我不喜欢狗狗这种的 好 如果你女朋友说 我喜欢一个狗狗 他让你买一条狗狗 送给他 你会吗 我觉得我比较难接受 他就吃那口甘醋嘛 那就因为前男友的狗狗 然后就老吃那口 所以我说这个问题 就可以摆在那了 除了这个狗之外 还有什么让你们不愉快的 我觉得他就是 那个性格嘛 就特别的内向 然后我就特别外向嘛 然后那种内向的人 发火的时候 就感觉特别恐怖那种 我那次东西丢了嘛 就行李丢在那个出租车上面 然后我当时就特别着急 然后跟他打电话 我说你过来帮我找一下 我箱子不见了 我想要的就是 他能安慰安慰我嘛 然后他挂完电话就过来了 过来就给我 披头盖里骂了一顿 死人还削不关才来 你这么大一个人 他就这样指着我鼻子骂 然后我就觉得太恐怖了 当时给我吓着了 他从来没发过那么大的火 然后就给我吓到了 我说不就丢了一个东西吗 你帮我找找就行了呀 根本不是这回事 你骂没骂别人 我骂了他 你为什么骂他呀 那天他要回老家 我就挺大早的 就去帮他收了 然后把他箱子给提下来 送到了车子上 然后给他叮嘱了 你到了车站 把东西拿好 别丢东西 然后马上上车 结果十分钟不到电话就打过来了 然后就说我的箱子不见了 怎么办啊怎么办啊 然后我当时就特别的生气 我就想到 我不是刚刚才跟你说了吗 要拿好东西拿好东西 然后我过去 就带他去警察局去看监控 结果他可潇洒 他下了车以后 头也不回地就走了 根本就没有箱子这回事 丢了就丢了嘛 那怎么着啊 因为 找不就得了吗 你骂他 因为他天天都会丢东西 一会儿又丢一个东西 一会儿又丢一个东西 就昨天把包丢了 算了不说这事了 往下说吧 还有什么不合吗 他又经常叫我做一些 我做不了的事情 比如说 他特别喜欢吃辣 然后我又不能吃辣 然后他就把那个火锅的里面 底料的那个辣椒加起来 然后递过来说 你把它吃了我就嫁给你 你吃没吃 我就吃了 他嫁没嫁 他也没嫁 而且我嘴巴肿了一天 没有 他嘴巴本来就大 他非要说是肿的 你现在看他的嘴巴 也那么大一个 那肿跟大 那不是一回事吗 不是 你为什么让人吃辣椒啊 我就想让他挑战一下 他不喜欢 特别不特别排斥的东西 因为我去吃辣 他一点都不能吃 那你为什么不嫁给人家啊 时间还没到嘛 那你不是忽悠人家嘛 挑战一下 就挑战一下自己比一线呗 你还挑战他过什么呀 他就特别喜欢用这句话来说 我就特别累那天 他叫我把他从这边 飞上楼梯 然后过了天桥飞下去 然后说飞过去就嫁给你 对面飞 我飞呢 下面嫁 没有啊 上两回道你看看 哎呦 你干嘛呀你 我就想挑战一下他 我觉得他的生活太顺了 我就觉得 就太顺了 你要给他挫折教育是吧 对对对 明白了明白了 对 我背女朋友也不算什么 你愿意不愿意 我愿意是愿意 你背的时候心里幸福吗 我 你回答我 很累当时 幸福吗 那你还不是背了 幸福不就行了吗 反正也背了 别较劲了 你还干过什么 折磨他的事 不是 也不是折磨 还有吗 还讨厌过吗 就是让他帮我搬一个 度装台 我自己弄不动 太重了 让他搬 那没什么呀 你又说你只要搬了 就嫁给你 是吧 对 我就说 你帮我这个弄满意了 我就嫁给你了 哎呀 弄满意了吗 这个东西可来气了 他那个梳妆台 本来放在墙角的 他又看着不顺眼 他说你给我搬到床的旁边去 那我给他搬了 他那么大一个梳妆台 实木的 那挺重的 你给他搬过去了 他又说 这也不好看 搬在书柜旁边去吧 然后我又把他搬过去了 他又觉得不好看 他又说 搬到另外一个房间去吧 就这样来来回回 搬了五六次 最后还是搬回原来的地方了 好累呀 有时候我就觉得 他特别不能体谅我 嗯 伤心啊 这都是小 是他就太小提大做了 然后他这个性格吧 真的是太内向了 就喜欢宅在家里 然后我的性格 就特别外向 就喜欢出去玩啊 然后冒险啊 什么东西 就特别感兴趣 他一点不感兴趣 然后我觉得 跟他这种人在一起 好无趣 我觉得还不如我那个狗狗 真的是 你这么说的很杀了 真的 去那个逛逛街 看看电影啊那什么 挺好的 其他情侣不都这样吗 然后我给他打电话 他说去逛街干嘛呀 我好好在家里面 睡觉不行啊 我非要跑出去 去把自己搞那么累 那本来就是啊 平时那么累 休假的时候 你还要跑出去 那不是把自己 做成得更累 那休假不就白费了吗 还有一次 就特别过分 真的是 就我答应我朋友了 跟我们朋友 一起去那个迪士尼玩 然后给他说 然后他就死活不去 他说上海太远了 然后去迪士尼玩 怎么又特别冒险 然后感觉好胆小啊 去没去 去没去 后来没去 然后气死我了 真的是 特别难去 你们俩谈恋爱 谈了多久 一年多了 当初谁追的谁啊 是他追的我 到底谁追的谁啊 当时我们是因为 朋友一起玩 然后认识的 然后大家互相都有好感 然后慢慢慢慢 也不知道是谁先开的口门 这种情况 基本就是女生 相对更主动一些 是吧 嗯 是不是女生更主动一些 嗯 不是 还不是 那么喜欢那狗 为了跟他谈恋爱 把狗送走了 对 箱子丢了被他骂了 这口气也忍了 今天谁要来的呀 他要来的 你要来干嘛呀 我就想 我们之间 就因为性格 还有这些东西不合 我就 你要分手啊 有时候特别的累 我不是想分手 你要干嘛 我是想 他能够改掉这些东西 然后我也希望 他别把狗接回来 哦 他要救养的话呢 我真的接受不了狗 我可以看你 我需要的狗接 我需要帮忙